他明明就在门后 却装作家里没人 死活不给外卖小哥开门 而就在这时 女主人奋力挣脱了胶带 他马上捂住女人的嘴 小哥也察觉到了异样 这时一个男人冲了过来 拼命拍打着房门 男人叫林书 是一个命理大师 他事先预知了美美的死亡 想让对方通过假死赌过一劫 可没想到法事做了一半 坟场却下起了瓢泊大雨 美美差点被憋死 他大骂林书装成弄鬼 在教训完林书之后 就向家赶去 可没想到他刚一到家 就被一个变态拖进了屋里 与此同时 大雨淋湿了外卖小哥的派送弟子 原本送到酒楼的外卖 变成了七楼 而林书也顿感大事不妙 拼命向美美家跑去 于此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见无人应答 林书拼命的撞门 最终美美被一刀封喉 当房门被撞开的那一刻 林书瞬间被吓傻 变态一脚踹翻小哥 趁机逃离了现场 眼前的场景让他呕吐不止 但小哥看着流淌的血液 却高兴的手无主导 很快他们就被带到警局调查 林书如实说出了一切 但女警员却说 一切皆是名半点不由人 老吴马上瞪了一眼同事 与林书不同的是 老吴让小哥以后小心点 不要再落到他手里 原来小哥之前虐杀动物 就是老吴亲手把他送进了监狱 但林书却认为这一切不是巧合 而是天意 他马上给小哥也算了一挂 结果却让他大惊失色 小哥根本不吊他 开着车子就走 但巧的是林书在回家的路上 又遇到了小哥 他认为这绝对是天意 他把小哥拉到自己的挂滩 说对方有20年的牢狱之灾 起初小哥并不相信 但奈何林书说的有鼻子有眼 他马上问有没有破解之怕 可话音未落 一个警察就要抓他走 这不就是刚才做笔录的老吴吗 老吴也不是真的要抓小哥 而是把他带到了医院 原来小哥的妈妈晕倒 他的姐姐通知了老吴 而姐姐脸上的伤疤 就是小哥的杰作 按老吴的话说小哥就是 但林书并不认同老吴的话 他说既然是天生的 那就不是他的错 而是命运的错 他要帮小哥改命 第二天林书就在小哥家里一通孤岛 甚至让小哥牵住人 说完这一切本该万事大吉 可谁也没想到 第二天房子就被施工对围了 他马上带着小哥去祖坟 结果山体滑坡 祖坟被毁 但奇怪的是 林书不顾纵能的劝阻 紧抱着一块墓碑窃窃私语 从坟场回去之后 林书就像变了个人士 他让小哥不要再跟着自己 并说不会再帮小哥 这是为啥呢 我们后面再说 小哥也怒了 他不顾林书的哀求 玄毁了林书家的风水格局 但一夜过后 林书似乎恢复了正常 他马上去找小哥 而小哥此时正在美美家里 贪婪的嗅着血液 林书一把拽起小哥 说你满眼通红 若是血湿贯穿眼球 就会大开杀戒 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林书给他准备了一间牢房 让他以后就住在这里 说这叫提前应劫 紧接着带着小哥去放生 增加他的功德 可没想到白天放的生 晚上小鸟就死了一地 林书慌得一啤 说这都积不到福 小哥也怒了 抽着林书的脸问他怎么办 突然林书发现 还有一只小鸟活着 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到底激起了小哥的杀心 他拿出小刀就追了上去 恰巧这一幕被老吴看到 他也跟了上去 结果可想而知 小哥躲在暗处 要杀了老吴 就在这紧要关头 林书赶了过来 他一把抓住小刀 鲜血瞬间流了出来 终于在林书的劝缩下 小哥暂时恢复了理智 小哥说他也不想杀人 但看着老吴这个大仇人 他自然而然就想上去捅一刀 这是他与生俱来的东西 小哥也急了 问林书还有什么办法 林书表示既然求而不得 那就改心 他先是让小哥念经 只要心静 就不会胡思乱想 然后带着小哥去四周 修炼他的善心 可没想到开业第一天 就有个斯斯文文的眼镜仔 要站住他们做善子 谁能想到这个 看似菩萨机场的人 居然是那天逃走的变态杀人犯 原来那天逃走之后 他将凶器藏到了 小哥家餐厅的厕所 他今天来就是要拿走凶器 可就当他要去厕所的时候 老吴却走了进来 小哥刚刚培养的好心情 眼镜仔不得不重新做了个剧 老吴一进来就对小哥冷嘲热讽 说他狗改不了吃死 而巧的是 小哥从小到大 每次犯案都落在老吴手里 林书让他给老吴开粥 可小哥一生气直接去了厕所 你也猜到了 小哥发现了凶器 他如获自保 林书责怪老吴说话太重 但老吴却说 他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要在小哥犯案之前警告对方 否则世上又会多一个杀人犯 在餐厅打烊之后 小哥将兄弟一并带走 而对于跟在身后的眼镜仔 他丝毫没有察觉 小哥刚一到家 身后就传来了敲门声 会是谁呢 他紧张得不行 原来是新搬来的女邻居 他想请小哥帮忙 很快小哥就修好了线路 而看着小哥这么靓仔 女孩不自觉地靠了过去 面对送上门的猎物 小哥却吓得丢盔技巧 他马上喊来灵叔帮忙 不出意外灵叔又要给女孩上一课 而且是直接毕业的那种 他难道是在说小哥 灵叔再给女孩留了一堆法器之后 就将小哥撵了回去 小哥再回去之后 马上拿出了凶器 眼看着小哥就要走上不归路 灵叔马上让他把凶器交给警察 和小哥死死抱住这些宝贝不肯杀手 正在两人抢夺之际 眼镜仔突然通了进来 他一把将灵叔拽开 灵叔瞬间被磕得头破血流 小哥也不是眼镜仔的对手 被对方摁在地上摸擦 眼镜仔拿了凶器就跑 而这再次激起了小哥的杀心 他开着车子就要创死对方 对方也不傻 跑进了小胡同 只见一个惊天霹雳 小哥竟创造了灵叔 而当他醒来之后 却发现自己住进了精神病院 原来灵叔家族有精神病死 妈妈逼他吃脏脑 爸爸更狠 直接来了个自由落体 而他发病的几率是普通人的四五十倍 长大后灵叔和女友过得很幸福 但越是这样 灵叔就越怕 怕吵架 怕分手 更怕自己会疯掉 于是他决定离开女友 可没想到再次见到女友 已是天人两个 灵叔认为这是老天出招 让他疯掉 医院里 灵叔说自己正常的很 让小哥赶紧跟自己回去 而灵叔为了不让小哥杀人 竟把他关了起来 他告诉小哥 在自己没想到破解的办法之前 让小哥先待在这里 在想了七天七夜之后 灵叔竟真的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而当他打开房门 小哥也昏死了过去 他将小哥带到廷师府 他要干啥呢 他要戒尸还魂 简单的说 就是灵叔要找一个生前心地善良的人 将他的魂魄引到小哥身上 灵叔在忙完一切之后 就强迫小哥喝掉苦水 但公鸡迟迟不扑腾 灵叔马上说小哥洋气太重 要给他开个口子 恰巧这时警察运回了一具尸体 公鸡马上扑腾了起来 灵叔问他是不是那个善良的人 小哥也明白自己碰到了风子 马上点头配合对方 灵叔高兴的不行 可就在他要给小哥松绑的时候 却又发现小哥眼里不满血吃 与此同时 老吴说他们运回来的尸体 是之前的变态杀人犯 灵叔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马上带着小哥到了隔壁 灵叔打开果实袋一看 竟真的是那个眼睛仔 原来他带着小哥来停尸房的时候 眼睛仔正要杀了女孩 但女孩却用灵叔留的法器 反杀了对方 灵叔马上说眼睛仔上了小哥的身 而小哥此时已经挣脱了束缚 他一把推开灵叔 趁机逃了出去 巧的是小哥在路上又遇到了老吴 他马上跟了上去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灵叔竟先踏一步 拍晕了老吴 随后灵叔将老吴带到天台 他一会儿说是小哥抓的老吴 一会儿又拿刀扎老吴 一会儿在老吴身上找钥匙 要放了老吴 一会儿又要杀了老吴 老吴也是无语得狠 说我谢谢你 好在小哥从他手里夺走了刀 而面对着绝佳的机会 小哥割开自己的头皮 他要冲破命运的家属 向阳而生 我还用生理 生了这怪我呀 出事 我还好心了 我还放 我不是 我还放 我只能看着 我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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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灵叔被确诊为精神病 当小哥再遇到小动物质 也会说上一句 而退休的老吴和小哥成为了朋友 大家说一切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这话有道理吗 没想到 我还没想到 你们 observations